哈喽大家好,我是Cincia,欢迎你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直在思考跟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疫情之下的网络教育里面 数字鸿沟是为这些学生提供了更大的不平等的教育机会 还是说缩小了这个教育的差距 这一点其实我蛮关注的是因为我觉得在未来的世界里面 小孩子的教育程度,受教育的能力,以及他所得到的资源 完全能够很大程度上去取决于他未来的命令 所以这一点对于每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疫情里面很多学校就这样,突然就关门了 因为为了去阻断这个疫情 但是小孩子脱离了这个学校提供的保护壳之后 他们就完全退守到了这个家庭的环境里面 家庭能够给予他什么样的条件 很大程度上就能够代表他真正的所处在的社会的一个位置 因为以前是有学校这个保护壳 有老师学校给你托底 小孩子还能够勉强的接受到比较公平的一个教育的机会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原因 很多小孩就退守到了家庭里面 那么这个家庭的条件跟资源就千差万别了 很多科学上的研究,社会学上的研究都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疫情实际上是扩大了教育的不平等的机会 别看这个网络教育好像看起来对人都很公平 只要你有一个电脑,只要你有一个网线 你在家里面就可以接收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高质量的一些资讯 跟一些教学的资源 其实我们以前理所应当认为的很多事情 对于有一部分人来讲它是一个奢侈品 我特意查阅了很多资料 就是很多家庭他其实小孩是没有办法做到一人一个电脑的 甚至他家里面连网络都没有,或者他有网络 但他只是有那种最简单的不是高速宽带的网络 还有就是他家里面的设备是不足以支撑你在线学习的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live meeting 我们要做一个zoom meeting 他家里面的电脑是无法支持他不卡 那个网速达不到,然后设备也达不到 还有就是家里小孩太多 他没有办法做到一个人有一个设备 也许他们家同共有三个小孩只有一台电脑 那么这一台电脑是没有办法拿给三个小孩共同使用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里面没有人去看管这个小孩 比如说父母是需要做出去上班的一对一的工作 他没有办法在家里面work at home 那这种家庭的话 谁来照看这些留守在家里面的小孩 因为学校这个保护壳已经去掉了嘛 那很多时候就是要么就是亲戚 比如爷爷奶奶隔代的 他们根本就不具备这个知识来支持你 比如说有些时候小小孩需要 网络上的一些支持 比如输入密码简单的 打开网页输入密码 然后填写各种的资料 然后在各种的平台之间切换 很多老人他是搞不定的 那么种种的这些看似细小的因素 汇集到一起之后 就会发现有一些家庭的小孩就开始大幅的掉队了 那么这个优势就是在别人不动的情况下 你在掉队 其实这个差距已经拉大了 更何况在这一部分学生里面 还有一部分人在加速的前进了 以前学校是给你的一个相对比较 匀速的一个进度 那么现在因为你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进度了 你不用再待在学校里面 你每天可以自主的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 虽然你可以去学校的平台跟着老师去上那些课 但是他并不能阻止你前进 那么这样的优势家庭的小孩 我们叫privileged family 就这些小孩他天生下来就拥有比别人更多的一些资源的小孩 他就开始了快速奔跑 这样的家庭有可能会组成一个learning port 就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小组学习 因为一大群小孩聚在一起学习的机会 现在暂时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要为了安全 那么很多家庭背景相似的 然后经济条件相似的 他就会组成一个小的学习小组 例如三到五个小孩 在这个同年龄段的小孩里面 轮流去每一家 一个星期今天周一去你家 周二去我家 那么有其中的一个家长来 照管所有的小孩 并且给他一个高质量的教育 因为这些家长普遍都是收过高等教育的 有良好的工作 有良好的收入 然后他们可以把这些小孩聚起来之后 给自己的小孩找到一个玩伴的同时 也来完成这个教学的工作 也为别的家长腾出时间去做别的事情 但是这样的一些family 它是排除掉了这些很多低收入的 或者是条件不佳的家庭的小孩 他没有办法跟他们对接 没有办法融合 是因为种种的原因跟限制 还有文化背景 教育能力跟一些沟通的一些渠道 是没有办法匹配的 所以这些优势家庭的小孩 他会越来成长越来越快 那么一部分的小孩在掉队 一部分的小孩在奔跑 这样的一个差距就会在一瞬间 哪怕就是三五个月的时间 就会把所有的这个教育不平等 以前社会或者是学校 或者公益组织做出来的种种的努力 就在这一瞬间又打回原形了 所以这个教育的不公平 它是实际上是在扩大的 这个不得不承认 在我们教育工作者的眼中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为什么 因为未来的社会是需要一个共同协作的 如果一部分人跑得太快 一部分人不跟上的话 那么未来是会出问题的 对于我们普通家庭的小孩 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到底怎么样才能够 不要掉队 然后尽量的做到能够catch up 但这样说是比较理想化的 因为有很多现实因素就摆在那里 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改变的 至少是在我们小范围之内 能力是不能改变的 除非是大的政策 或者是大的资源 可以解决掉一部分 但是我们就现在就 就是论是看去审视自己的状况 自己家庭的状况 你每一个家庭到底有什么样的资源 怎么样才能意识到 其实现在这个是处于一个 巨大转变的时刻 如果你的小孩没有catch up 如果你跟不上的话 以后你将会很麻烦 然后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越长 这个教育的不公平 两极分化会越大 那么到时候你又怎么样来面对未来 如果一切back to normal 如果一切恢复正常之后 那么所有小孩又回到学校 到那个时候 每个人的程度差别就会非常大了 也许一个三年级的小孩回来 他是正常是四年级的进度 但是有些小孩已经学到五年级六年级了 但是有一些小孩的话 他三年级的程度他都保不住 他有可能会退化 就像一个summer slide 就是每过暑假之后 小孩的那个数学跟reading 阅读的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降 因为他长期没有得到这个持续的训练跟学习之后 他就会有一个下滑 那么现在这个下滑显然是 这个强度是超过了这个暑期的这个slide 因为很多学校现在back to school 全部都是online了 我们现在全部都是上的网课 有很多家长就私信 就说网课的话小孩子坐不住 然后没有办法集中精神 没有办法去认认真正的完成网课的这个进度 因为他觉得在家里面环境很放松 他没有这个纪律性来强制的要求自己 就是这个事情是跟我在学校上课是一模一样的 他做不到 那么很多家长就非常的焦虑 我非常能理解他们 因为孩子如果是年龄越小的话 他其实越难专注在一个小小的屏幕面前 他没有看到一个真人的老师 没有看到一个真人的同学 跟一个学校的环境 他是很难去联想到我现在真的是在上学 那么这个时候确实就要靠家长了 如果家里面没有人那怎么办呢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能做到就是家长在小孩子开学的时候 能够给他一个真正的聊天 能够给他一个专业的 然后清醒的认识 就是现在这个时刻其实是很关键的 因为小孩子你如果自己不努力 如果这个家长没有清醒的意识到 现在是你最该努力的时候 那么到后来你的结局 回来之后的结果你就很难去再去追赶他了 很难再去完成这个缩小差距的这个任务了 未来的社会是需要非常高精尖的人才 需要你有广博的知识 需要你有创造力 有非凡的沟通能力 各种各样的机会才会给你 因为AI的发展 那种简单重复单调的劳动 是会被机器人取代的 那我们的小孩会面临一个 非常大的挑战跟转型 哪怕是人类历史上 也许最大的转型 就是这种低技能的这种工作 会慢慢消失 会减少 然后就算你有的话 你的收入也很低 也不是每一个家长愿意追求的 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发展得更好 那么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你能不能够把握住 现在这个转型的时间 能不能够自律 能不能够把自己的行为注意力全部放在网络学习上面 有一个研究专门调查了很多 就是富裕家庭的小孩 或者是privileged family的小孩 他们的小孩在网上干什么 然后普通的大众的小孩在网上干什么 这个研究就表明一般的小孩 在网上用的最多就是社交媒体呀 或者是那个游戏娱乐电影音乐 这种简单的娱乐型 他用在网络上的时间是最多的 那么那些真正把网络这个工具运用的非常好的小孩 他是用来学习 用来提前学习 我经常跟我自家的朋友小孩说 我说现在你们真是很幸福 因为在这个网络时代 你可以学到很多以前大学生才能学到的东西 甚至是研究生才能学到的东西 你的这个设置的障碍已经被去掉了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 如果你有这个愿望 你是可以去获取 而且是以非常低的成本去获取这些信息的 你不用再等到你五年级才学五年级的知识 你不用等到你十年级再学你十年级的东西了 你是可以一直向前的 没有人能阻挡你 因为现在这一代小孩 他就是有这个优势 他可以提前的无障碍的接触到各种他想要的信息 但是反过来这也是个双刃剑 如果他没有极强的自律性 如果他没有一个家庭环境的一个 对他的一个约束跟一个指导的话 他很有可能也就走偏了 因为他也可能提前接触到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不好的信息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双刃剑 但是这个是一个加速器 就是在网络时代 什么事情都是快速发生的 什么事情都会以倍速来扩大这个发展的速度 哪怕是他向好的方向发展 他也是会急速向好发展 然后他如果是要滑落到深渊里面的话 他也会很快就滑落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机遇跟挑战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了 我们也有幸见证了这个 教育从完全的 全部整体的直接上网的这个过程 我们在经历这个阵痛 但是这个确实也是我们每个家长需要非常重视的一个点 因为现在就是一个大的改变 每当有大的改变的时候 总会伴随着机遇跟挑战 你把握的好 这个就是一个机遇 如果你把握的不好的话 这个就是你的一个劫难吧 可以这样说 因为很多人他在这一关迈不过去的话 小孩子会非常痛苦 家长也非常痛苦 然后我们也祝福每一个家庭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模式 其实在这个年代我们可以脑洞大开 就是很多事情不是像以前那样 八点就要去上学 九点就要干嘛 你可以把时间调整 如果是我们两个家长会需要分别在家里工作的话 你就可以把时间分成几段 每一个人负责几个小时 比如说早晨九点到十二点就是妈妈来负责 负责他们的学习 负责家务事 负责所有的事情 然后腾出爸爸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去专注的高效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完 然后完了之后下午又换班 下午妈妈需要在公司工作 或者是完成她的任务的时候 那么爸爸就要把这两个小时包下来 就是小孩有所有问题就找他 小孩有所有的事情都找他 家里发生任何事情 有人来敲门了 或者是哪怕是天大的事情 都是爸爸来处理 这个事件一定要保证给另一个人 那么还有很多就是单亲的家庭 他没有办法做到 那么只有妈妈或者是爸爸 这个单亲的这个parents 他只有一个人去赚钱 这个重担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了 所以小孩子必须要更加的自律 但是家长必须要对他提出这个要求 就是我们家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 现在的这个大的环境就是这样 你不得不这么做 你要明确的跟他提出来 不能再含含糊糊的就是搞不清楚你到底要干嘛 或者是我不知道我就一味的逃避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太难了 我就根本不去面对他 其实再难的事情我们也得去面对他 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家的时间安排是怎么样 人力资源够不够 我们有没有电脑 或者是我们能够想到什么样的办法 去争取到资源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你需要先踏出这第一步 例如你可以去问你们的学区 我们有没有给我们提供电脑 有没有提供Chromebook 你可以带回家的 不用你再去额外的去支付费用去买的 然后甚至于有一些学区 他做的很好的就是 他都给你免费提供网络 比如说你们家没有无线网络 没有宽带的话 他会给你一个机器 然后这个机器是免费的 就是让你去用 然后接到这个网络上去学习 其实很多这方面的 包括民间组织 包括一些学区 他都做得很好的 他们都是能做到的都做到 还有学区会给你继续提供免费的午餐 因为我知道很多小孩 他是需要在学校里面领饭回家去吃的 那么这样的一部分小孩 就算学校关闭了 这个饮食也是持续对你供应的 它就是保障你的一个基本生活 保障你有这个物质条件去坚持去学习 那么剩下来家长找到这些资源之后 更重要的就是一个精神上的鼓励 跟一个精神上的清醒的认识到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现在确实就是这个教育的不公平 由于这个疫情是加速了 以前也不公平 但是这一次是一个超级提速的过程 就是你在家里面能够自觉的 能够有自律性的 那你就上得很快 如果是你自己做不到的 没有办法控制的 你一会儿又想去看电视 一会儿又想去吃饼干的 你做不到这个纪律性 然后没有按时按量的去完成这个网课的话 那确实你的掉队就是显而易见了 因为很多数据显示有一些学区里面 自从开始网课之后 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再也没有回去过上课了 就disappear 就完全就像放假了一样 就好像这个school over了 就已经关闭学校了 跟他们没有关系了 其实这个都是取决于个人的选择 要想去做难的事情 对自己的毅力要求是非常大的 要想去克服一次又一次的那个舒适区 走出你的舒适区 现在你的家不仅仅是你的家 而是你的学校 是你的教室 是你的战场 是你的职场 你要清醒的有这个转变的认识 只要谁能够转变的更快 能够去马上对接这个新的环境 跟新的事物 你才能够适应这个新的挑战 有些时候变革就是这么一瞬间 我们现在真的是有幸 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变革 那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个就是我这段时间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们面对的这个教育不公平 越来越扩大了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然后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 然后想要跟大家聊天 沟通的话 也欢迎你留言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